信义区公所要搬家了 将搬迁到广池博爱园区 新落成的信义区行政大楼 12月5号当天就正式在新的办公地点 继续为民服务 区长说这是31年来的大搬家 因此工程浩大 全体员工相当辛苦 其实我们这一栋旧的信义行政中心 我们这个大概在民国8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进来使用 所以这栋楼等于是为我们信义区的市民朋友 大概服务了已经有31年了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海沙屋 所以后来为了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才会研议要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现在就是已经崭新的 广池博爱园区的信义行政中心 已经即将要可以启用 12月5号会正式到我们新的 广池博爱园区的信义行政中心 新大楼那边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个搬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其实我们从规划 然后到我们最近在执行 这个规划的时间大概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那各个行政我们行政中心的各合署办公单位 也很密集的在开会 那再来就是搬家 搬家这件事情 如果有最近来的应该都会发现 这个箱子实在是有够多的 那因为整栋大楼 我们的这个文书档案 还有包括我们的办公事务的机具 还有我们同仁 他平常自己在用的这一些办公的东西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最辛苦的过程应该就是要把它 先事前就要规划好 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过去 什么时候要就定位 我们都分了很多个题次 那同仁在打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辛苦 其实我看我们这个负责的秘书室 已经连续加班加了非常的久 有的时候我跑行程回来 可能晚上八九点了 灯都还亮着 这个也没有假日可言 所以真的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大家这么辛苦这么努力 大家也是希望说 我们在12月3号跟4号 这个是周末嘛 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就要把东西全部都得就定位 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脑啊 然后像我们卫民服务的殡议课啊 民政课 社会课 他们这些有需要卫民服务的柜台 那两天全部都一定要让它上线 12月5号一上班 我们就要能够提供最完整的服务 打包搬家的过程中也意外发现两块老牌匾 是由当时第六届信义区全体里长赠送给信义区公所的礼物 也让区公所同仁回忆起旧时光 其实我们最近在打包的时候 从仓库里面发现了两块宝啊 那这个是我们特别把它留下来的 大家也可以从上面日期看到 就非常的有历史了 这两块牌呢 其实是当时早年啊 我们区公所入口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镜子 就是要整肃以荣用的 那这一个镜子当时是我们在地的里长 为了庆祝我们搬到我们这个新房子来 所以就送给我们 那这两块牌子当时就是镶嵌在那个镜子上面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对我们来讲非常有意义 这当时这栋楼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心下落成至庆 是在民国八十年的元月 那我们也就是在那一年搬到我们这栋来的 那这是当时我们新义区的里长 大家联名送的 所以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 这个我们也会把它好好的带到我们未来的 这个新的广池博爱园区去 新的新义区公所位在广池博爱园区 结合了派出所 图书馆 还有卫生 社福等行政单位 户外公共空间充满公园的气息 未来将形成一个完善的洽工与休闲环境 因为那边现在就是捷运县正在施工当中 所以预计啦 目前听说可能是一到两年后 那个捷运线通了之后 未来就会很方便 因为我们那一栋楼呢 它跟奉天宫站它是共够的 所以未来一楼捷运站出口 就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行政中心 那我们未来这个行政中心 其实就等于是我现在这个行政中心 所有的机关通通都移过去 但是呢 里面还会再增加图书馆 所以这个提供的服务是可以更加全面的 那我们这个广池的园区 其实一共有五栋楼 那除了我们A栋就是我们的行政中心 B栋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卫福大楼 就是我们未来有一些卫生局的联合门诊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社府的单位 也都会在那边提供一些服务 那另外有三栋就都是社宅 所以我们这整个园区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建筑物大概就五栋这样子 新一区公所12月5号开始 就在广池博爱园区 新的行政大楼为民服务 也提醒民众洽工时不要跑错地方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